長期個人都是這麼不開心 為什麼你想什麼這麼負面 那些來浮現我 以前就會想 不如其實死了就算了 我叫Soy 今年22歲 剛剛的Buddy Carly 今年20歲 學生 我小時候就經常開始很不開心 長期個人都是不開心 經常被人嚇到 去到邊被人嚇到邊 小學開始是這樣 中學也是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 我想知道自己有抑鬱症 好像是兩年前 幾時說自己是抑鬱症 除了不開心 但生活受到影響 比如說 開始變得非常慵懶 真的完全不想做 而不是平時的 只是不想上班 或是上學 或是做職業 而是連起床吃飯 擦牙洗臉 的能力都沒有 不是能力 有些精神都沒有 有一天 有天 電話中 有人推送了一個文章 關於 抑鬱症 看了一看 就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這樣 大概都是 早幾年的事 有些事發生 是令你覺得自己有 那時候 是個人 開始瘋癲 爆了出來 是因為 那時候 家裡出了事 然後同事 但是又跟 那時候的男朋友分了手 那時候又跟 那時候的好朋友吵架 我一次過無法控制 然後就爆了 我經推測 我可能是比較容易有 抑鬱症 因為什麼事呢 第一 就是因為我可能比較容易有 第二 那陣子 也是之前的 因為減肥 開始跌定身位 要減肥的時候 開始有一點 對自己的 一些不滿意 在過程中 我家人出了事 我弟弟中了一封 然後 那時候另外 有一個最友善的朋友 都背叛了我 所以 那時候整個人就崩潰了 那有的 然後 那些人就會說 為什麼你不可以開心一點 為什麼你長期個人 都是這麼不開心 為什麼你想什麼這麼負面 那些來浮現我 身邊的人沒有人知道 我家人也不知道 就 沒有人看得出 除了我一個朋友 而且這個朋友 認識了我非常久 由我以前 小學 那時候開始認識 除了他 我沒有人知道 因為疾病 你的表面 是看不到的 試過 跟另一個朋友說 但他說 有什麼可能 你這麼健康 所以 那一刻其實是受到打擊 我很難去信任你 跟你說 這些問題 但你不相信我 我就會覺得 很受傷 以前小時候會想自殺 在腦裡想了很多次 但是 但是 現在可能 痊癒了 又不是完全痊癒了 現在可以 處理自己 現在不會想的 但是以前就會想 不如其實 死了就算了 試過自殺 不過 死不了 因為 安眠 我是要吃安眠藥 我那時候安眠藥 是加到 但是一開始吃 其實只吃一粒 然後吃一粒都已經沒有用 然後要加兩粒 然後兩粒都沒有用 加到第三粒 但開始第三粒 其實都已經不行了 都是 吃完等於好像沒有吃 然後那陣子 又 很不開心 我就一次過拍了 五粒 還是六粒 但是 但是 我那時候其實是想拍多些 但是又有少少怕死 最後吃完的結果 只是我睡到豬 然後第二天起床 咦 然後上網看 原來 好像是要一次過拍很多 才死 我只是拍了六粒 只是睡到豬 因為 那個 當時認為很好的朋友 而且那個朋友 我為了他 我搬了國家 去同一家學校讀書 然後他這樣背背 因為當時我就是非常想死 然後他還跟很多人說 我做了些什麼 對不起他 但其實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 但我覺得你為什麼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的一個引導 然後當時是 將 將醫生開給我的安眠藥草 起床 想吃光 去吃 當時是這樣 那你現在好回來 現在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心病 其實 我覺得 我到現在都覺得 不會有好回來的一天 但是 我現在可以自己 搞定不到自己 就是 我現在都會有 一些情緒來的時候 但是我現在會懂得怎樣去處理 算是好回來的 好很多 至少都會做回日常所做的事 不影響生活 是 最後 就是 如果有 你遇到一些有類似經歷的 可能會有一個情緒相對嗎 我發現其實 香港很多人都 不敢面對自己有這個病 可能就會變了 收收麻麻 就會覺得 我有這個病 好像是一個 一個殘忍 但是 其實我覺得 都普遍的 都是一個都市病 我覺得 不好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時候 真的要求助 自殺 真的很傻 其實現在想起來 覺得其實 你身邊 還會有 很多人關心你 一定要找朋友 家人陪 才可以 對 要有他們陪伴 我覺得還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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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是 感谢观看